我实在是困得受不了了 今天这事你必须得帮帮我了 东东啊 我这不都带你到物业来了吗 这事我肯定给你管到底 放心 钱总 你看啊 以前咱们小区的人就说你这个人吧 长得有点歪 但是通过今天这个事我才知道 你这个人呢 还是非常的正啊 特别的善良 有爱心 乐于助人 还嫂不温着 救命 救命啊 你去去去 挪挪 下雨了 下什么雨了你来 哎呀 你怎么回事你说什么 我一个礼拜没睡好觉了 一个礼拜没睡觉 你受得了吗 我受不了啊 所以我才拿这玩意砰砰锤自己嘛 就只是他提神呢 这玩意能提神吗 那你试试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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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师傅感觉特别好 诶 这东西不错 哥你看我这事 你这事我跟你说了 没问题 赵刚子是我大姐夫 物业经理 这点事肯定给你处理了 那你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你拿走我那么混 风哥啊 诶 这个小木属就送给你了啊 我这身上你真得帮我上这 放心 赵刚子 赵刚子 诶 来来来 我 等一下 我这正忙着呢啊 我还没工作 你回来回来 忙什么忙 干啥 啥忙 小区出事了 出大事了 什么事啊 东东跟他说 哎呀 东东啊 赵经理 你来了 好好好 来来来坐坐坐坐 怎么回事 赵经理啊 是这么个事 我跟你说 我一个礼拜都没睡好觉了 你看我都瘦成什么样了 哎呀 他真是瘦了 你不能再瘦了 你瘦也很危险啊 可不是嘛 关键是我一个礼拜不睡觉 天天晚上熬夜啊 一熬夜我白天我腰都疼 哎呦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不睡呢 我这么跟你说啊 这个我们家楼上吧 他住了个贝多坟呢 一到晚上七点半呢 他就开始弹钢琴呢 你说他要弹个小夜曲吗 咱也就认了 关键他弹的是狂想曲 这像弹棉花 不光是弹 弹完就闹闹的唱啊 唱完他就痛快了 我们全小区的人呢 全都反胃了 那东西从胃里到嗓子眼的卡着 我知道他说的谁了 他楼上住的是那个搞音乐的张老师 张老师 就他 你上去跟张老师说一说 不就完了吗 我跟他说呀 我张不了嘴 人家是艺术家 我跟他 差距太大 再说我一说话 人家直接 就从气势上 秒杀我 是不是啊 张老师是个有性格的 对对对 你不管啊 我来跟你办这个事 你看 是不是 没问题 你就放心吧 喂 张老师啊 你好 我物业赵刚子 你现在有时间来一趟物业吗 行 好好好 我在这儿等着您啊 赵经理啊 你可不能给你打电话啊 你千万不能让他过来啊 他要过来那我就得走了 明白 东东你你走吧 交给我就行了 行 这事我就交给你了啊 好的 你会先去了 快去吧 赵经理谢谢了 好的 回哥 先回去吧 是不是 来大把手 起不来了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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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这什么情况这是 来来来 一二三 哎呀我的妈呀 这两百多斤 压得我这腰都受不了 哎呀 你这事做的欠考虑啊 怎么呢 张老师青年艺术家 你这么贸然的 把他叫到物业来 你跟他一说这事 万一人家两邻居 再再打起来 张老师来了 张老师 啊 张老师你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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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有事啊 哎对对 请坐请坐请坐 呃 让一下 好好好 起来 坐坐坐坐 坐坐坐 哎坐坐坐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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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什么事抓紧时间说 因为我一会儿还要回去练琴呢 张老师啊 这个是这样的 嗯 最近这个街坊邻居啊 都反映您这个琴声啊 弹得是越来越动听了 啊 是吗 对 那这么说 咱们小区居民的音乐素养 在不断的盘声啊 哈哈哈哈 张老师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您 是吧 您这个怎么每天晚上练琴呢 对啊 哦 这个你有所不知啊 啊 主要白天我是要带一带学生 哦 所以晚上的时间我是要留给自己练一练 机功 机功 什么功 哦 对了 你们可能不懂 哦 就是 基本功 哦 正所谓 一天不练 自己知道 两天不练 内行知道 三天不练 全世界都知道了 哎呀 哎呀 张老师啊 就您这个水平是不是收入不菲啊 对 多少钱 第一次 不要总跟我谈钱好吗 像我一般呢 都是在五星级酒店给国际友人以及我们的同胞们演奏 哦 一般都是 两百万 而且演出结束之后 大家还一游未尽呢 哎呀 张老师 太好了 我就想跟你商量这个事 说 你看您晚上回来以后能不能再加演一场 哎 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 嗯 这个街坊邻居啊都非常喜欢听您的演奏 哦 他们商量了一下 只要是能听到您一人的这几家 大家凑一凑 一场呢 给您两 给您二十块 住口 你这是在侮辱我 侮辱我的艺术 区区二十块 就想聆听我悠扬的音乐吗 门都没有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这个小区里再也听不到我悠扬的轻松了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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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坎了 张老师 您别太激动 要不再给您加一块 闭嘴 在我们艺术家面前 不要跟我谈钱好吗 是是是 哎呦我的妈呀 大姐夫 太悬了 怎么的 你万一跟他说 二十块钱一场 好的 你怎么办 没事 我就跟他说 几家沙浪一下 二十出不起 只能给六块 我的天 你这太能骗了 你骗着他还相信呢 那当然了 这怎么能骗人呢 你看这必须得骗 这叫善意的谎言 你要直接跟他说 街坊邻居到物业来 告他来了 兴许就产生抵触情绪了 那搞不好就闹起来了 不是我就纳闷了 我前生分 我觉得我够能骗的了 但我骗别人都不信 你怎么一骗就信呢 你当然不行了 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正义的代言人 大姐夫 有个事我正好麻烦你呢 你说 这不我们公司承办 咱们这一片的歌手大赛吗 咱小姨子小米粒也参加了 哎呦我的妈 小米粒唱的鬼哭狼嚎的 能行吗 那评委不都给我面子吗 你还进决赛了 前生分你说你干的什么事 小米粒还要进决赛 我都不干 是 评委也不干了 俩评委住院了 你看看你弄这个事 大姐夫 我就是求求你嘛 你跟小米粒说说 让他从这个比赛里退出来呗 你别参加了 前生分 你是不是又来坑我来了 你 我没坑你啊 你指定是坑我 我真没坑你 这事我不管啊 行 大姐夫你不管是吧 我不管 行 那就让小米粒进决赛 万一他得个冠军 那真正唱得好 这不就下来了吗 是吧 你站住 我大姐夫的一声叹息告诉我 他有办法 先生分 你跟我说实话 你真这么想的吗 你总是教育我 做任何事情都有公平公开公正 对不对 行了 顺分 这事我帮你了 你别说你坑我了 你就是给我挖个坑 给我埋了 我都帮着你 行了 你回去等着吧 好的 一会我过去 好的 好吧 对对 大姐夫 为了表示感谢 这个东西是我们本次大赛的吉祥物 我把它送给你 你们这吉祥物挺特别呀 对 这就相当于那个奥斯卡的小金人啊 哦 这是小木锤 哎 你还别说 这接锤的感觉真好 对 行了 回去吧 行 我把它稳住 你马上回来啊 你放心 你瞧好吧 我在家等着你啊 等着我 哎呀 哎 爸 怎么的了 啊 出什么事了 你在哪呢 小广场 你等着我 刚刚 刚刚我在这呢 爸 爸 怎么回事啊 啊 我在这等你 跟你告个别 啊 我舍不得你 不是 爸 你这怎么了 这是 我要私奔 啊 立家出走 行李我都准备好了 不是 爸 你要私奔 你立家出走 这事妈知道吗 就是她把我逼走的 这么多年 在这个家里 你是看见了 啊 我在你妈面前是怎么表现都不好使 我吃饭多吃两口吧 她就说我 本来你长得就像个猪 你还想吃成大象啊 我一心思人就这么说了 下顿咱就少吃两口吧 他又说我嫌她做的饭不好吃了 我算明白了 我在她面前怎么表现都不行了 哪怕我在她面前温顺地像个猫 他都得嫌我掉毛啊 爸 你跟我妈呀 这一辈子吵吵闹闹的 你坐着你坐着 你别 你控制一下情感 来 你跟我说说 今天到底又为了啥呀 就今天早餐 我们老伴啊 你给我十块钱 我脖子疼 我要买两天高药 你才能跟我说啥 他不但说我装病 还说我骗着钱 那你脖子到底疼不疼啊 不疼啊 你不疼你跟人家说疼干啥 我就是想让他在乎在乎 哎呀我的妈这么不受重视 我走了 我走了港子 爸你别走 行李没拿呢 没有这行李我也走不远来 拉倒吧 有这行李你也走不远 他帮你背 就这样玩放兜里就完了 还弄个双肩背 爸你干什么呀你 我跟你说啊 你不知道 其实我妈心里边想的可是你 是吗 真的 你看今儿早上一起床 就嘱咐我说你去上街 给你爸买个小裙 把他垂垂脖子垂垂肩 这就不疼了 你看 这是你妈让你给我买的啊 对呀 你妈那钱 不是 我妈给的我的 五十块钱 这么说你妈心里还有我 有五十 一出手就是五十 老伴 我误会你了 我对不起你 五十啊 你说你忘我身上还投这么大的句子 用这个必要啊 行 那行了 我错了啊 那那我走了 你怎么还走呢 我你妈在那跳那个广场舞呢 我去给他赔礼道歉 我错了是我没事搞事 对这就对了 拿着行李 好吧 好 我跟你讲啊 爸 我跟你说个事啊 是这样的 啥事 你回头见到我妈以后啊 你可别问他这小褶的事 明白不 为啥呀 我妈她不是 她不是 我明白了 明白 你妈要面子 对 你放心 这事我保证不说 不但这事不说 下半辈 别说给我整的 他就给我整屠螺皮了 我啥就不说了 行 爸你别说啊 不说 喂 是不是啊 我马上就回家 你放心吧 你先坚持住 好的 你放心 交给我 好的 好的 就这样 被你招呼 拽了所有退路 我的心情是结束 我的决定是糊涂 这样被你招呼 家里躺躺着 我的心情是结束 我看谁敢不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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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唱得太好了 我彻底把你大姐夫给更扶了 是吧 好好好 唱得好 我才会了 大姐夫 你看我有没有爆红未来亚洲歌坛的潜质 我觉得亚洲是挡不住你 你唱完以后整个宇宙就崩溃了 小米啊 我看这样 必须参赛 必须拿冠军 好嘞 我让你把他弄下来 你还鼓励他 别走 大姐夫 现在还需要低调啊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嘛 哎呀 我发现小米成熟 来来来 小米你坐这 我跟你说个事啊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对吧 你现在跟大姐夫说一下 就这次比赛啊 谁对你能够产生威胁 要受威胁啊 应该算胜利小区 那个王小红吧 他吧 跟我的水平呢 反正也就不想上下 哦 王小红 这个王小红 我还真听说 你认识啊 这个人说是唱得不错 很有实力 你知道吗 我听说 他是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他这个已故的妈妈呀 就是一名歌手 他这回参加比赛唱歌呢 就是要唱给他妈妈听 要慰藉他在天上妈妈的心灵 诶 等会儿 大姐夫 不对呀 怎么 我看每次王红来参加比赛 都是他妈妈带他来的呀 那就是他爸爸走了 他是唱给他在天上的爸爸听的 慰藉他爸爸的心灵 我跟你说呀 小米啊 而且我听说 王小红这孩子呀 为了唱歌可吃了不少苦了 他们家呀 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这次大赛上了 大姐夫 我听你这么一说吧 我觉得他特别可怜 你说 我要是就这么把他给比下去了 我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 哎呀 我觉得也是 而且我跟你讲 王小红跟你确实没法比 他就会唱歌 他只有这一条道 对 你就不一样 是吧 你看 咱小美丽大学生 是 对吧 会服装设计 在咱们小区那是一流 头子 对吧 会模特 咱们小区也是一流 还跟你二姐夫一起做买卖 虽然你没挣钱 你二姐夫都挣了钱了 是吧 是这样啊 我跟你讲啊 他之所以挣钱 是因为你在后边 用这种经商的智商 在支撑着他 对吧 你看我也这么觉得 我就觉得他智商不如我 是不是 对 大姐夫 我就觉得吧 我特别特别有经商的天赋 是不是啊 就我突然的感觉啊 就咱们家小米 小米长得特别像一个商界精英 你发现了吗 你好好看 对对对 长得特别像马云 什么呀 你别胡说 马云是个男的 我说他是女的 商界精英女的 董明珠 这块特别像 我偶像的 董明珠 大姐夫 你说我能成为 董明珠第二吗 你不会成为 董明珠第二 你就是你 你是米粒猪 大姐夫 你说我要经商我 我是不是真的能行啊 小米啊 一定行 绝对能经商 对对 他是个经商奇才 是 你就试想啊 小米 在不久的将来 你成功了 你已经是大的企业家了 这个时候各地电视台都在采访你 长枪短炮的对着你 在这个场面 突然有一个人说 那个 你知道吗 他过去呀 是个业余歌手 参加过一个比赛 是个社区的比赛 虽然拿了冠军 但是那个投资方啊 是他二姐夫 那是做什么门啊 挺苛衬的 但是你不在乎这个事 谁说我不在乎啊 我不能顺之不武啊 二姐夫 我决定了 我要退赛 你之前在退赛 那秦伟那儿 我不好做工作呀 不是 二姐夫 哎呀 真是个太难了 顺本 为了咱们小米经营的这个前途 你克服一下 对 二姐夫 你就为了我们荣誉 去说服下评委 你放心吧 我干就完了 好的 谢谢二姐夫 从今以后 我就不再是小米粒了 我是 米粒 好 好好好 大姐夫 你可太能骗了 还米粒猪 新品种啊 快来啦 过来 说明白 这个东西是你妈给你五十块钱 让你给我买的吗 爸 你看你去问我妈去 我不是不让你问我妈吗 我还问什么你妈呀 一出去我就碰见那个胖冬冬了 他说这个东西 是他白给钱顺放的 好 爸好 我就问你 你现在跟我妈关系怎么样 老恩爱了 那不就完了吗 大姐夫 哎 你这个骗子 你刚才 说谁是米粒猪呢 我看你才是钢子猪呢 你讨厌你 我跟你说小米啊 我是觉得呀 这次比赛你去不合适 你看 赞助商是你二姐夫 你就是参赛了 有什么意思 你想想 没意思 我不参加比赛了 哎 这就对了 二姐夫 哎 你借我两百万 两百万 干什么 玩几枪啊 你还是参赛吧 你讨厌这个东西 你借我两百万 你借我两百万 我给你 人家是商界奇才 对 我觉得 哎 赞助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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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我们做完比赛成绩下来了 我拿了一等奖 哎呦 你看看我女儿 姑娘 我女儿拿的是一等奖 你的作文是什么题目啊 我的作文题目是 我的爸爸是个骗子 不是 这叫什么题目啊 啊 怎么选这么个题目 选的好 哎 我们早就发现了 这赵刚刚那就是个骗子 哎呀 写的好啊 非常真实 来 给大家伙念念 好 念念啊 来 坐下 好 好好念啊 大骗子 听好了 我的爸爸 是个骗子 他总说他不爱吃肉 但是每次 我故意生在碗里的肉 他都给吃了 吃的果干净 我的爸爸 是个骗子 他总说他不累 但是我发现 他会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地捶腿 我的爸爸 是个骗子 他总说 他最爱穿的衣服 是那件物业发的制服 可是我总发现 他在没有人的时候 穿我阿姨衣服的衣服 对着镜子笑 我的爸爸 是个骗子 他总说 他做着世界上最快乐的工作 但是有一次 我看到一个阿姨大声地训斥他 他一直笑着 阿姨走了以后 我看见他哭了 我的爸爸 是个骗子 他的谎言 是在帮助身边的每一个人 让大家感到快乐 我爱这个骗子 孩子 我发现你也是个骗子 你怎么在爸爸不知不觉中 就突然长大了 爸爸爱你 爸爸 我爱你 爸爸 亲爱的爸爸 就好 每天梦里梦外的雪梦下 全都尽量 爱一生吧 你男性的地牢 谁是什么 天梦 誰 我还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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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